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拜託你們 今天就是我們毒品農事局 還有這個法務部 還有教育部 還有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國務館 我們要請到我們阿信博士來這邊 來做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非常的成功 台中科學國務館他用了很多的訊息 還是告訴我們的小朋友告訴我們的家庭 告訴我們的家長 這個毒品的樣狀有很多種 說用實體的方式 特別我們找到這個國務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比較 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小朋友人的地方 我們讓他們知道 毒品的危害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報告 我們大家經過努力 這六個月之來我們已經有 毒品的方式也有一點看到成果 那這裡還要呼籲 家長們帶著小朋友來看 你吸食毒品之後 他的後果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食譜 那請大家回去之後也幫忙宣導一下 如何讓我們的小孩子遠離毒品 因為從小孩子之間我們開始教學 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市政府 包括教育局 這個衛生局 警察局 還有勞工局 他們都非常努力 所以這一塊 我們已經大概看到初步的成果 那這個宣導這一部分 我們需要還要再更加強 所以拜託各位媒體 都跟我們幫忙 讓這個活動更有意義 謝謝各位 這個展期要多久 這個一個月 它是8月1號到31號 那每天大概是下午3點到7點 因為我們這邊有去找了很多的志工 而且我們毒方局的兩位來這裡警說 讓大家知道 而且各位家長假如有需要來看 跟毒方局再聯合一下 我會派人來這邊親自警說 讓這個毒品 防治毒品的工作 能夠再繼續再過大 讓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 毒品的危害是很嚴重 謝謝各位 未來有沒有可能開到不同的地方去 可以 它這個以前在台中有展覽過 也在西門町有展覽過 那8月1號之後 可能就會移到平東 移到平東市區 所以我們接下去 我們還有一波的活動 也拜託各位媒體來幫我們先導 這個救一個人 這個救一個家庭 所以我們為了要拯救下一代 這個概念老師非常好 所以拜託大家來共同 謝謝各位 今天計畫的之二 我們那個法醫長 那個360度PR也做好了 那個 本來是要去拜訪服務所長 要把它上線 那個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這個線上的一個 一個展覽對人 那跟各位長官導致一下 我們這邊基本上的一個理念就是 讓這些觀眾跟小朋友 能夠毒品的危害是看得見的 而不是說 停留在那個什麼 老師的上課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這邊是介紹 毒品對人鐵危害 然後我們知道說 這些青少年 或者是年輕人 最重視就是他的面部外觀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不要臉 它是那醫藥的藥 然後我們就是介紹吸毒之後 吸毒之後的那個樣子 然後我們除了 有國外的這一些影像資料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就是毒害資料 這邊就是可以讓觀眾去操作 看到他吸毒之後的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他可以直接看 不是別人吸毒 他就變成那個面部造成的危險 然後這邊是講藥損大奶 就是有微細氏 跟微細氏 然後這個你看 這個紅色是代表腦部比較活躍 然後那個細氏 你看那個腦部的活躍程度就降低了 那我們講說那個 目前台灣比較 青少人比較多使用的 那比如說想看藥損大奶 其實他們的幸福是很難解開 比如說有很多人 他其實在監獄裡面 他其實沒辦法就接住 很難出來 因為第一次 我這樣拿愛提 我給我家的影響 那是很難 很難能夠接觸 3 2 1 愛與其他 愛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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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今天在 Cavanael 在我們家 附近達 以我們的 小燕姐的營室上 就在 我們的小燕姐 我們小燕姐 過了 我們今天在營室上 每 chia的空肌 到我們的小燕姐的參賽 iven ata我參賽 那是還有很多電視金 然後也可以精明 自己的朋友 才會很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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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